こんばんは、Tamaです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蠻實用的文法 カラトイテ跟カラテ カラトイテ跟カラテ是同じ意味です 它們是一樣的意思,完全一模一樣的 只是它們之間的差別就在於 一個是ていねい 就是カラトイテ是ていねい 然後口語就是カラテ 後面這個といて變成省略調 變成一個て代表 那這個文法的意思呢 它和這個雖然 雖然也不可以 這樣子一個說法 那我知道大家已經學過類似雖然 但是文法太多太多的在日文文法裡面 但是這個呢 相信我它是不一樣的 它雖然呢 前面的部分是來解釋雖然或者是計時 後面呢大家要注意 它是以一個否定形式或者是負面的句型去結束的 所以這個文法它是有幾個常見的搭配 大家可以來參考看 就是這個 とは限らない とは限らない 然後呢第二個是良くない 何々は良くない 或者是 這個ないほうがいい ないほうがいい 那第一個這個限らない的意思就是 未必 必ずしも 這樣子 就是未必的 所以我們講 雖然你這樣子一個狀態 但未必是怎樣的 所以呢 它中間的這個 和你真正 預想得到的 那一個 呃 我們講的事情 狀況呢 它中間的那一個差別 還是有在的 那第二個呢 就是良くない 良くない就是 負面的 或者是否定 不好的事情 何々には良くない 雖然是這樣 但是不好的 第三句呢 就是勸告別人的時候 就是良くないほうがいい 那之前有網友就是有提問說 這個ほうがいい的文法 是不是只能接たけい的動詞呢 呃 不一定 因為我們勸告也是有勸別人不要那麼做 所以ないけい的動詞是ok的 是可以行得通的 所以ないほうがいい 這樣子啦 那大家可能看到這邊呢 還是不太清楚 沒關係 我們在進入例子之前呢 我們先來看這個結束詞的部分吧 好的 在進入正題之前呢 不要忘記齁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他媽的頻道 的話要訂閱喔 而且要把旁邊的這小鈴鐺開啟 這樣子呢 你就可以在 我每次發這一個新的內容的時候呢 就可以立刻來觀看了 好的 那我們先來看結束詞 からてて的結束詞 非常的簡單 因為它前面是一個から 所以呢 那名詞跟那形容詞 又是這個麻煩的兩個 後面要加大 就會變成 だからと言って 或者是 だからって だからと言って だからって 名詞跟那形容詞 那動詞跟意形容詞呢 我們就用普通形式 普通形式 就是普通形式 就ok了 暑いからと言って 冷たいものは 飲みすぎないほうがいい 暑いからと言って 冷たいものは 飲みすぎないほうがいい 所以這邊呢 還是用來勸別人 最好不要這樣子做 那前面呢 他就說什麼呢 雖然天氣很熱 暑い 這樣子 暑いからてて 那口語的話呢 我們把它換成 暑いからて 那因為這也是 異形容詞 就不需要再加大 雖然天氣很熱 但是有些事情 也不要過度的 或者是 後面的這個動作呢 是不被認可的 就是不好的 這樣子 大家就會明白 所以後面呢 就說什麼呢 冷たいものは 冷的東西 我們這邊是用這個 飲みすぎる 過度的飲用 過度的飲用冷飲 這樣子 冰的啊 或者是冰沙 很冷的 冷たいものは 飲みすぎないほうがいい 那這邊就是勸告說 雖然天氣很熱 對 沒錯啦 但是呢 太過度的飲用冷飲 是不好的 就是比較不好的 一個勸告 這樣子 所以他簡單來說 這個からといてて的用法 就是から是原因嘛 因為天氣很熱 雖然說是很熱 但是也不能 就是 做一些事情呢 是超粗的 過分的 或者是不被認可 你怎麼喝那麼多冷飲啊 雖然說天氣很熱 但也是對你的健康不好的 所以這個狀態之下呢 我們就會用這個からといてて 它就會不一樣 跟之前我們所學的 任何一種的雖然 但是 還有一個不一樣的這種說法啦 熱いからといて 冷たいものは 飲みすぎないほうがいいよ 好的 接下來這個例子呢 大家就會比較好去理解啦 因為呢 身為你有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講的 就是考這個JLPT 就是剛剛宣布 這個成績不久的 這個日語能力考試 那很多人呢 都會面臨說 我只考試 但是 其實真正的遇到 日本人在對話的時候呢 就會說不出話來 所以這個就是你 擁有的等級的這個文憑 但是呢 不代表說 你說話 會真的是很順暢這樣子 所以它是有一個差別所在 我們就用這樣子的一個文法 就OK啦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例子 N1を持っているからといて 上手に話せるとは限らない N1を持っているからといて 上手に話せるとは限らない 這樣子 所以這邊呢 它就說了一個反差 就是拿了N1的文憑 就是最高等級的這個日語能力的測試 但是也未必說 他說話會很流暢 就等於說你的成績很好 你在學校考出來的成績很好 但未必說出來的工作能力就會很棒 那同樣的道理 那同樣的道理 就是和自己的預期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這樣子用 當然後面呢 是一個否定的 一個不好的事情這樣子 N1を持っている 就是擁有自己有這個N1的能力的 這樣子一個說法 那空といて 或者是空って 口語的用法 然後呢 後面就用 很上場 很上場 說 這樣子 未必很厲害 說ペラペラ 很順暢的 流暢的 說日文 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大家明白了嗎 N1を持っているからといて 很上場 好的 最後呢 兩個例子呢 是我們會用這個口語的方式 但是是一個非常的巨型 那下次呢 大家就會記得這個例子 隨時隨地都可以用 比如說我們來看這個 雖然說很便宜啦 但是不需要買這麼多 不需要購入這麼多 你的需求量並沒有那麼多 所以它是一個 不被認可的一個理由了 已經過分了 所以我們這個句型呢 就是跟第一個例子 這樣子用法是一樣 但是 是很簡短的 我們直接說 安靜的 便宜 安靜的 安靜的 便宜 安靜的 很簡單 就是過度的購買 是不好的 這樣子 所以簡單來說 我們換一個例子 如果說 我們講 因為喜歡 所以吃很多 但是這個是不好的 我們套用在這個文法呢 也是這樣子 我們先說 雖然喜歡 但是呢 這邊要特別注意好 因為好 這個是那 形容詞 好人 好物 這樣子 所以我們後面呢 要加一個那 好 好 好 然後呢 過度飲用 過度食用 吃 就是 食べ過ぎ 好 這樣子 非常簡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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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貧しいといても 食事も 満足に取れないほど ではない 我們再來看一次 貧しいといても 食事も 満足に取れないほど ではない 那這邊呢 它是有用這個 ほど 就是程度 所以前面的那一句話 食事も満足に取れない 是一個程度 它在表達 那 它這邊說什麼呢 貧しい 這邊是 貧窮 它有一個貧 貧窮 沒錢 然後 這邊的ても 就是 雖然 雖然說 窮啦 雖然是窮 但是呢 因為這邊呢 它的用語 不是否定的 不是說 你做件事情 是以這樣子的理由 是不被認可的 所以它的用法 就不成立在於 空といて 它這邊是 空といても 其實是這樣子呢 我也 不是去到怎麼樣 因為ほどではない 就是 就是 我不到那種程度 不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 食事も満足に取れない 就是 連吃飯都滿足不了的那種程度 我並不是去到那麼窮 所以大家明白它們之間的差別了嗎 只要記得它們搭配的用法 都是那幾個常見的 就OK啦 好的 以上呢 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空といて 跟空といて 的用法 那希望大家可以透過這個 文法的這個例子 就從中更好去理解它要的說法 它的意思了 那我們今天的教學視頻呢 也已經到了尾聲 如果你喜歡今天影片內容的話呢 不要忘記給我一個大大的讚 然後分享去給你所有的朋友 那如果你還沒有訂閱 他媽的頻道的話 一定要訂閱喔 記得把旁邊的小鈴鐺開啟 這樣子呢 你就可以第一個時間 收到他媽最新動態了 那麼下個影片再見吧 拜拜 お疲れ様でした 確認してからでなければ はっきりお答えできません 好的 那剛剛呢 我們用過這個丁寧的用法 尊敬式用法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更加為口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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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